經過這個月 有什麼變換呢? 我先講一下 上個月說的 我這邊是一塊農地 然後大家說農地可以蓋嗎? 當然是不行 所以我蓋的這一塊 它是兩塊地 一塊是農地 這塊是建地 是建地 記憶案建地喔 不是農地 農地是不能蓋的 上個月沒有講到車庫 我們看車庫 雙車位的車庫喔 今天會有一個 我的錄音 倉庫 從車庫下了車之後 這邊進來 然後進去大門 原本我們有在考慮 要不要車庫直接通裡面 但是我先生 他對於雙門過敏 兩門不耐症 過敏 對 所以我們就只能當門 我先生好像對很多事情都過敏 對胖過敏 那你怎麼不對自己過敏 好棒喔 好棒喔 來請進 跟上個月不一樣的是 這邊有一個 電視牆這一面 我們是用木工去做 來我們看正面 為什麼這一面用木工去做呢 另外一面要用系統櫃 因為我們這邊有非常多莫名其妙的器材 所以我老公每天拿器材在那邊 對對對對對 就是要現場請木工直接修 啊系統會就是 你說好長什麼樣就長什麼樣 很精準 啊木工就可以比較彈性一點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是用木工做 現場跟畫出來的 永遠不一樣 所以大概有200張圖 最後就長這個樣子 比較麻煩的是這個地方啊 這是我們的投影機 因為我們想要用短焦投影機 到時候開箱給大家看 因為我老公他對於影音設備比較在乎 半完成品質 他這個地方包個玻璃 因為怕厚掉所以就先不要包 然後先長這樣 等到系統櫃來我們再合上去 登登 這就是我可愛的廚房 超級大 現在全部把它包起來 因為怕壞掉 看看這個中島 這已經不是中島了 就是一個大島 現在安裝的師傅非常貼心的 幫我全部都包起來 因為他怕到時候會再用髒吧 我們這裡有冰箱 嗨 可愛 調色盤 蛋盤啊 幹嘛在冰箱放調色盤 他們裝了兩天 我先介紹一下這特色就是 它裡面整個櫃體都是不鏽鋼的 所以你不用怕它長蟲 或是爛掉或是發霉 到時候他們最後會收尾 再把它全部撕掉 等我們出清完之後 雜糧都放這邊 最重要的是五金 好嗎? 這個五金 感受得到呢? 打開 不需要費力 關起來 Silence 下一個我們來介紹一下 我們的裝潢的部分 你們 因為整棟其實不小 所以我們只能挑重點來裝修 這一個地方呢 我們覺得畢竟是中間嘛 還是有點靈魂的感覺 所以給它包了一個漂亮的木片 有沒有 像一棵樹長在自己家裡面 然後還有這個漂亮的收邊條 每一個都是我們自己親自去這樣打造的喔 不要下班好嗎? 沒有啦 五金好像買的 哈哈哈哈 顏色很多 所以就是要慢慢挑選 怎麼說呢這種裝潢材 市面上非常多 質感價格也差很多 你可能 你現在透過鏡頭感受不太到 可是你現場看你就會知道 喔有些就是 例如說它有這個紋路的 摸起來是什麼感覺 就是完全不一樣 現在就把它包起來 其實包了一半 因為老闆還沒來 還有一半還在路上 然後 現在看到這邊 有一些會有一些系統櫃 其實系統櫃是非常的快 因為它全部都已經做好 有點像模型那種感覺 它都已經把你切好了 可是它只要扔到現場 我看三五分鐘 狗屁 Captain 一天兩天就好了啦 整個10級20個櫃子 咦 上一個月沒有看到這個小木花 有沒有 Something named 因為我們這個没有門 那這樣直接這樣不好看 還是要有儀式感 對不起 公司幫我包一包 我包你 裡面還有一個小平台 然後它不錯 然後這邊是貼玻璃這樣 來 這個月我們把這個貼好了 很輕薄 但是它的質感非常的好的 石頭靶 有沒有很美 我們的東昌城小春 它還幫我收一個很漂亮的木邊邊 因為原本這個小小的那種小轉角沒收好 它就幫我做一個木邊邊 有沒有好棒 欸 皮膚啊 哈哈哈哈 好 我們就負寫蜜蜜蜜 欸 皮膚啊 趕快 趕快你收 這個是我上個禮拜 木工的蜜蜜做的這個壁板 它這個壁板是香山壁板 香山版頭的點是它不怕蟲 所以蜜蜂在這邊它都流跑 哈哈哈哈 香山 香山不怕蟲咬 但是就是不能拿來做支撐 好嗎 有沒有這邊有沒有很漂亮 度假感 有沒有 其實不需要花多少錢 只要把香山板這樣子貼上去 就好了 美不妹 好不好 哈囉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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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女生可以約金來 上一次這個地方還沒有架高 不是說要做榻蜜蜜蜜 這個地方 原本就想說 就是榻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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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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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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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進來 嘿!有個腳 就是要整個重新 等木門它整方有做一個框 然後等木門來 然後再把這邊再包起來 想的很簡單就是 榻榻米就是這樣丟上去 就好了 結果榻榻米不行 榻榻米要等到這個木門做好 剛剛有多少才可以 把這個榻榻米做出來 看不出來反正就是 要榻榻米之前要先做一個骨架喔 看到了嗎? 第一盤就是要鋪木地板 三種鋪法 架高、平鋪、直鋪 直鋪就是直接鋪 就是什麼都沒有 就直接給它鋪上去 可是這很考驗你原始地板 到底平不平準有沒有 高高低低 第二種就是 平鋪 就是把它弄平再鋪 第三種就是架高 就是怕它底下就是高高低低 它把它架得一樣高再鋪 對 我們不喜歡蹦蹦蹦 我們想 嗯嗯嗯 對 踩起來扎實的感覺 所以我們把整個 地平全部都拉順拉平了之後 再起木地板 滿足的 好了啦 講了那麼多有沒的 其實這一次重點要給大家看 我游泳池的磁磚貼好 我們去看游泳池吧 好可愛喔 這是小朋友的磁 小朋友大概 這麼高吧 所以就這樣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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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邊有沒有 我們特別選了小朋友磁跟大人磁 是不同顏色的磚 其實貼完之後覺得 嗯 不符合我的預期 看起來有點亂 但是貼都已經貼了 這錢就不可以浪費 我們客家人就是 浪費 是邪惡的 單看是可愛的啊 可是 就是遠看有點亂 希望加了水之後 只剩下水的顏色 那我們去看大人磁 不要裝游泳啊 不要裝游泳嗎 那我就只能游泳了 其實我是有準備 其實我是有準備 哈哈哈哈 好自在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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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完沒完 爸 爸 爸 嗚啦啦 欸欸 變八加九 好了啦 沒有我們就是怕這個禮拜 會太無聊 所以你知道 來一些 有誠意的 好了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結尾 這就是我們這個十月的進度 下個月 同樣會跟老闆報告一下 我們做到哪裡 就這樣囉 如果喜歡我頻道 記得給我 按讚 訂閱 分享 掰掰 拜拜 好 喔喔喔喔 我跟妳講 冬天沒水也可以跑步 撥撥先進 不好意思 先進去喔 可以啦 接觸了 今天要來裝廚房 我很期待 覺得廚房是最重要的 準備好就可以來裝嗎 白皮來了嗎 包門了 來了 但是還沒包完 你可以看一下 玻璃老闆 來 我們看一下這邊 隔離槽 什麼時候弄好就隨時會進來 隨時 沒關係 沒有關係 遊戲已經上完了 好 重新再來一次 這邊 這邊 到時候就是廚房 好嗎 你看有多少東西 這樣看起來還不是很清楚 這邊還有 好嗎 我們要看一下 究竟這個 你看起來 好可不可以 好嗎 好可不可以 好可不可以 一天 結束時間 好可不可以 然後再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